大家好,我是唐叔 1941年 吉普第一代 现在是2021年 算算数学正好80年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80年纪念版 吉普皮卡 80周年纪念版 比较重点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颜色 75周年的时候唐大叔 当时很喜欢那个车 有均绿色的气身 Sarge Green 现在这个颜色已经不是特别版颜色了 都能选绿色 但当然75周年的时候 只有纪念版能选到那个颜色 唐大叔很喜欢 这个的话就是 深色里面大家经常都喜欢选的一个颜色 就钢灰 Granite Granite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80周年的主题 好吧 所以大家记住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里是吉普皮卡 对吧 都会有gladiator 这个地方挺好玩的 写的80 80周年纪念版 然后这里是二战吉普 二战吉普的话 还有小国旗标志 这个标志也是钢灰色的底色 重点的话 有这个标志的 就是说这个四驱系统非常好了 用吉普的这个标准来说 轮胎这一部分 包括轮圈的话 这一部分是独享的 是80周年纪念版的 第一个标配的东西 就是这个 Granite 钢灰色的轮圈 是18寸的 所以跟沙哈拉一样 18寸 轮胎的话呢 配的是一个25570 然后18寸 这么一个全地形轮胎 跟沙哈拉的感觉差不多吧 当然 比较起标准运动版的话 大家摸不到 但是堂堂摸就知道了 这种铝合金的质量就很好 很结实的 对有点卢比肯的那种那种感觉 轮胎嘛也就那么回事吧 好吧 这种全地形轮胎 比一般的四季胎好一些 比真正的AT胎可能还是要差一点点 但如果是综合用的话 不是太夸张越野的话 原车这么出去 那这个一年四季各种路况都可以 它本身也是M加S的 就是各种天气都可以用 看上去可以的 比一般所谓的四驱或者SUV 肯定都要好很多的 好吧 比起疯狂越野的那些 那肯定就会推荐别的吧 像KO2经常说的 或者是KM3 那个MT胎同一家出的 跟KO2同一家那个 那都是不错的轮胎 看上去还可以 钢灰色蛮好看的 像这台车 基本上是个顶配 但是可能80周年纪念版 这个灯没有到货吧 这个竟然没有选LED灯 这里插一句 不管你选哪个级别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选LED灯组 原来我们自己改嘛 对吧 JW Speaker 改一套都很贵的 这个原厂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 一定要选上 那这个没有选 但没关系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插一句 就是一般运动版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 是空的 然后沙哈拉是有这个insert 这个就是钢灰主题 另外一个80周年纪念版的一个 80周年纪念版 这个吉普皮卡 有这个黑色的踏板 重点是这里 还有这个 如果是3.0常用版的话 就会有这个标志 那这个引擎的话 有260的马力 和442的扭力 那一般的木马人 比起这个扭力的话 只有260 正常木马人只能拖3500磅 很少的 然后 这个皮卡的话 有两种 一个是 像这个基于运动版 沙哈拉的话 都能拖到6500磅 如果是卢比肯的话 因为卢比肯更多的 越野的东西 包括弹簧减震 那些东西的话 它反而会少拖500 也就是6000磅 如果是卢比肯的皮卡 那不管6000 还是6500的话 这个已经挺不错了 可以拖个小房车 一般4000多磅吧 房车4500左右 那都可以拖的 再来 因为这个柴油引擎 工作起来 其实柴油会更耐操一点 所以拖东西的话 柴油是不错的 但这个引擎 最重点并不是拖 而是说扭力大了以后 可以带这个更大的轮胎 起步的时候 扭力很重要 速度起来以后 马力可能更重要一些 所以有这个起步的一下 因为咱们一般越野 可能速度 3公里 10公里 15公里 每小时 大概这种 很低速的 然后在低速四驱里面 加上这个扭力 再打到低速四驱 那这个爬任何东西 都会很舒服了 好吧 所以这个引擎 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引擎选项上面的话 如果你是飞卢比肯 然后公路开的很多很多 如果是任何改装的话 又喜欢加速比较平缓 那V6 3.0老的这个PandaStar稳定性 包括都很没问题 这个3.0的柴油的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加币的话 选这个引擎就要7000多块钱 所以如果你是去穿越 去玩开很多的话 那投资这个是不错的 如果说一年就开个不到2万公里 那种朋友 那还是V6汽油好一点 柴油的话要加清洁尿酸的DEF 所以当然这个不用经常加的 可能半年左右吧 看你当然每次保养的间隔 这个要久一点 1万多公里 JL就是改款之后的木马人 和这个吉普皮卡是共享很多东西的 包括这一大部分到门都是一模一样 其实很多人说的也挺对的 就无非加了个抖 5尺的这么一个抖 这个抖的话呢 如果你打开的话 是可以放一个这个越野摩托车的 这边有两个轮横 然后 让它有个地方给你卡住 这么放 可以放一个Dirt Bike 就是越野摩托车 这个有个抖还是很实用的 当然有这个抖之后 最爽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加两个架子 上面放帐篷 下面放各种东西 上面的话吉普皮卡 你原来放帐篷的地方 这里就可以改成放行李的东西 油 自旧的板子 其他的水 所以穿越车辆来讲 现在来看肯定这个车是真的最好用的 再加上现在有柴油板 像这台车上有些选项 唐大叔是建议的 第一的话就是在斗里面也有东西可以选 有一个包的话会给你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以后 将来有行李乱七八糟的固定起来 就会好一点 这有个对吧 这边还有两侧都有 然后这个东西松开之后 可以绑东西很好用的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最主要这里 唐大叔上次花了很多时间在找这个视频 因为以前木马人里面也有那个小插口 我知道可以充电脑充电话 但我很想说可不可以烧热水啊 或者其他的 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是 一百一十五伏的 热水盒没试过 但我上次找到一个视频 它里面用了很多电器 吸尘器啊乱七八糟的 咖啡机啊 一些打东西的那个 Food processor小的都可以用 所以这个挺好的 有了这个以后挺重要的 以后真有机会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是可以做 就是电饭锅可以用 或者是热水壶 那真的就很不错 有机会试一下吧 或者大家有人试过的 成功的可以跟唐大叔说一下 刚刚说到那个电源的话 如果要用的话 记得这里按一下 好 外面聊了半天 终于可以到里面了 那唐大叔说了 这虽然基于运动版的 但80周年纪念版 它是可以选无钥匙进入 锁车按一下就可以了 钥匙在身边 平时这个用不到 那一触启动 然后如果远程启动 就按两下这个 再来大家看到的就是 另外一个80周年 这个吉普皮卡独享的 这个凳子 这个椅子虽然是布椅 但是它和其他的都 其他普通布椅不一样 让大家说一边说一边再看 对 这个看上去就是和平时的 一样的 然后这里好像加了一个垫子一样 当然这种一般木马人上面的 就算布椅的话 只要它加的东西都是比较耐操耐用 好吧 所以这么一个垫子的样子 第一外观上不一样一点 当然这个 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可以更耐磨一点 然后整个椅套其实是可以拆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那个 拆下来洗的如果脏了 但布椅的话很多人喜欢 因为夏天不热夏天没那么热 坐起来舒服一点 那刚刚说凳子了 其实周年纪念版 由自己车里面都有些标志 就像外面一样 第一个在凳子上面 第二个呢就在这里 还有一个脚垫上 这独享的脚垫 八十周年 启动 一束启动 踩着刹车按一下就可以了 吉普 下面有个小皮卡跑过去 八十周年纪念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 虽然它是基于运动版 但它标配了8.4寸这个萤幕 最好的话就是自带导航 GPS的话是有卫星信号嘛 如果不然手机就用不了 另外的话这个萤幕看到后影像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改款中午晚上都一样 但这个摄像头确实清楚 晚上的话看的也清楚 再来的话 这台车选了那个冬天组 对吧 有加热座椅加热方向盘 还有的话连着拖车组 唐大叔建议就是要选这个东西 现在看不出什么 但以后如果你连了一些灯也好啊 或者其他的东西以后 它这个原厂已经有一些线在这儿 你直接连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一般运动版里面就是 很塑料的感觉了 但这个的话也是钢灰和方面一样的色系的 钢灰色的 跟沙哈拉一样是这样子 但它是磨砂的 钢灰磨砂这种感觉 还不是那种就是深灰色的 所以这也是它 包括这一部分都是 这个80周年主题色 大家看一下这个四驱系统和这一部分 吉普皮卡跟木马人一样 木马人上面是一个木马人的SUV的这个标志 它是皮卡 然后四驱系统因为它非卢比肯吧 基本上咱们就是平时两驱 后驱 高速四驱 然后低速四驱 N的话如果这个车被拖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N档 不同于变速箱的N档 这个是把硬件解开 这样这台车被拖的时候不会有磨损 顺便讲一讲 这台车的话是选配了安全组和高级安全组 安全组的话就是盲点监控 大家如果看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左上角这个位置 有个小三角就是盲点监控 还有后面滴滴滴 然后高级安全组就是用克莱斯勒的 就是就叫ACC ACC这个东西 如果其他的有叫别的 就是可以自动刹车 跟车 最主要跟车这个功能挺好玩的 用的时候按一下这个 然后这里就说ready了 然后准备用的时候就按一下减号或者加号 就进入这个模式了 然后在过程里面你就可以跟着车 好吧 ACC简单说就这样子 刚刚说了 它有一个就是要cargo 车里面cargo这个装东西 还有后面斗里面那几条东西 它们是一个包 重点就是这个东西 它可以椅子下面有一个可以锁的这么个箱子 这东西我觉得挺实用的 这样是锁住 竖着就是锁住钥匙 横过来就是打开了 好的 金银财宝都可以藏在这儿 空间还是挺大的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拆门拆顶 剩下那些包括前挡风玻璃放倒 那些螺丝都可以放在这儿 这挺实用的 然后又可以锁住 千斤顶的话在这边 好吧 放放那个螺丝就在那边 所以两边都可以 还有就是吉普皮卡后面的空间 比起老款木马人好 但是我感觉上好像没有没有新款木马人 对没有新款木马人那么宽敞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短一点点的位置 那也可以比老款木马人就至少能坐人 咱们说的至少 对唐大叔一米七几头 至少能坐人吧 当然我这个凳子靠的偏厚一点 不然的话 对一米我感觉 算上头顶 可能一米八三左右 这个身高之内的会比较舒服一点 如果特别高大的话 就只能当司机了 不然的话 好像头就要顶到了 今天这个唐大叔想主要跟大家聊一些干货的东西 好吧 所以那个系统都没细聊了 以前做那个JL什么讲过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UK9这个系统 可以回头再聊 如果还没订阅 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 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基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